第一次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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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回 bit of agon 都不像一九個 今天不出來的話 你日後能閃得了嗎 你要想到這一點啊 你既然今天已經來了 你有這個決心 你去到某個地方了 你為何不走出這一步呢 好不好 每天他們手在你家門口怎麼辦 你有沒有想過 對啊 你要想到這一點啊 那時候你是不是到的更好 好不好 現在回來好不好 現在有個機會讓你解釋 你如果不要用這個機會 好好解釋一下呢 他們躲 好 好 跑到停車場虐狗 鎖定的就是這隻黑狗妞妞 不但被男子拿安全帽打到內傷 還被同行女友用椅子砸到眼球破裂 連停車場後面的另一隻狗狗也被痛歐 行徑可惡囂張被PO網肉搜 終於找到人 情侶黨聯手通偶兩隻狗被肉搜 有人向警方密報 知道躲不了說要投案說明 戴口罩和帽子搭計程車到派出所 還請議員助理來幫忙關心 不過看到媒體守候 躲在車上龜縮近十分鐘 還是決定快閃 現在回來啦 不要再閃避了啦 現在有個機會讓你解釋 你為何不要用這個機會 好好解釋一下呢 因為殘忍的虐狗行徑全被拍到 高雄市動保處到派出所介入調查 算嫌犯辯稱是因為 六狗被這隻黑狗嚇到 心聲不滿才會報復 不過手段太過兇殘 已經違反動保法 很有可能要被負刑事責任 或是處以最高罰還50萬 由於虐狗試證明確 就算嫌犯躲著不出來說明 該負的責任還是躲不了 3075許市長黃佳平 咳咳咳咳咳咳 1號 2號 4號 3號 4to4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